政治焦点还要关注大法官宣判国会职权修法大部分违宪 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周一将会邀请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报告 周万来也表示如果各党团委员认为有修法的必要性的话 那么会配合执行行政工作 但是视线结果蓝白不以为然 虽然总统赖清的已经表态愿意到国会国情报告 但是在野党认为如果不能够寻答的话 那么总统就没有来立法院的必要性了 对此民进党团则是促请立法院长韩国瑜 尽快召集朝野协商 大法官宣告总统副立法院国情报告急问急答违宪 事线判决一出总统赖清德立刻宣布愿意赴国会报告兑现竞选承诺 只是当初蓝白喊得很大声 要赖总统向在野报告如今却 来立法院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赖清德想要讲什么话 自己在总统副召开记者会就可以了 就是黄国昌 赖清德不敢来就直说嘛 这也是黄国昌 赖总统已经表态就等立法院长韩国瑜 召集朝野协商议定其成 但蓝白似乎反悔了 我们国民党团大部分的委员都认为 不必多此一举 我们真的不要让立法院沦为政治人物 赖清德的政治秀场 上个会期由蓝白提案 邀请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已经正式成案 而且程序已经进入韩院长主持的朝野协商 如果韩院长迟迟未将此案列入协商的主题 那当然后续民进党会来思量 那是否由我们发函 不止总统国情报告 下一个战场就是三项人士同意权案要协商 只是眼前还有再也硬推选办法修法 恐怕被用来搁置考试院司法院等国家重要人事案 民进党团不需要机场秒度 说什么国民党在政治报复 因为我们的严审标准就是要符合民众的期待 而大法官已经宣告国会直升修法 多数违宪立法院也应进行修法 司法委员会将在28号邀请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报告 周万来也表示对事件结果予以尊重 基于行政幕僚立场 各党团级委员如果认为未来有修法必要 会配合处理相关行政支援工作 大法官判决守住宪法底线 却让蓝白很不服气 朝野分歧越来越大 这位商业台报道